所以說現在市長對市民承諾的社宅目標 仍然是八年五萬戶對不對 五萬戶是一個我們的目標 但我們現在不管是已經完工規劃中 沒有 市長 你昨天已經講過啦 我是在問說現在八年五萬戶是不是你承諾的目標 如果不是的話那請問是幾年多少戶 這是簡單的問題 我們目標就是目前盡量朝五萬戶來努力 台北市長蔣王安選前承諾北市社會住宅階段性目標 須達到五萬戶 台北市議員苗伯雅發現 蔣王安施政報告中的社宅政策 似乎沒有提到如何達成目標 因此在施政報告對蔣王安提出疑問 認為他沒有規劃社宅政策 現在台北市的社宅包含連開宅跟都更分回 已經蓋好了可以入住 正在開放人民入住有幾戶你知道嗎 目前包括都更分回大概五千多戶 錯是六千五百二十戶 第二個現在台北市正在施工中有幾戶你知道嗎 施工中的我了解大概是有 也是七千多戶 那已完工的六千多戶 答案是七千六百零二戶施工中啦 那你還在規劃當中有幾戶你知道嗎 還沒有施工只在規劃 兩千一百戶 兩千一百八十戶啦 你要在這四年蓋兩萬兩千多戶 不是我們目前包括規劃還有正在興建當中的 加上已完工的兩萬兩千多戶 你再講一次 你正在規劃興建當中加上已完工兩萬兩千多戶 再加上都更分回 那你這四年要讓台北市完工的社宅到幾戶 我們會盡全力跟議員報告 那就是沒有規劃 來我直接拿數字給你看喔 那個表格 郝龍斌跟柯文哲呢 弄了六千五百多戶出來啦 你任內這四年會完成七千六百零二戶 我幫你算好了 但是這全部沒有任何一戶跟你有關 因為全部都是前朝規劃跟招標的 郝龍斌幫你弄了兩百五十五戶 柯文哲幫你弄了七千三百四十七戶 所以在這四年當中 把你去剪裁的鬆信社宅也算進去的話 你會卸任的時候 會有一四一二二戶 因為我們不知道你下一任會不會繼續當市長 所以先以四年來算 只有一四一二二啊 那你在那邊講八年五萬戶 是講大話開巴拉票嗎 我看你選前開支票說八年五萬戶 我覺得很高興 可是你上任一百天之後 你給市議會的這個施政報告 社宅的簡報裡面 你只有做一頁 而且裡面沒有提到 任何具體的戶數的目標 沒有提到任何的 你要興建的戶數 你要規劃的戶數的目標 然後呢 我再看你給我們的這厚厚一本 掛著你名字的施政報告 更離譜 你這個施政報告的一百九十七頁裡面 你寫說 台北市多元取得社宅 包含連開的 包含都更分回的 有幾戶你知道嗎 不知道 掛著你名字出來的這一本 也我們都更分為總共五千六百四十四戶 不是 你這裡面寫給我們的 你總共 你總共 要達兩萬兩千五百一十五戶 但是我又比對了你們都發局的這一本 王玉芬局長的這一本啊 統計到今年的二月二十八號啊 全部加起來是兩萬兩千四百九十六戶啊 還倒退嚕 苗伯亞表示 社會住宅是年輕人最關心的議題 必須要有具體規劃 興建的騎乘與目標 社宅的戶數 到底有幾戶是市民真的住得到 住得進去 你蓋得完 這個是基本中的基本啊 怎麼可以打模糊仗 市長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道台北市已經多久沒有規劃新的社宅了嗎 上一個最後一個規劃的社宅 是在幾年幾月規劃你知道嗎 台北市最後一處規劃的社宅 是在2021年的7月核定的 自從2021年7月之後 台北市沒有新規劃任何一個社宅 也就是說柯文哲第二任的後半期他已經暫停了 結果呢柯暫停之後現在是講不動 我今天對你提出來這個社宅 是因為年輕族群最關心這個 我對你有兩個批判啊 第一個你講大話 你只有口號 根本沒有任何具體的規劃新建的數量 其成的目標 第二個是你是講不動啊 我們現在還成立了一個住都中心 一個新的單位 更多的人事預算 結果台北市已經接近一年半 兩年沒有規劃任何新的社宅 這不是市民的期待 所以我今天有個具體的訴求 總質詢前 本會期總質詢前 請你提出 你四年的社宅戶數 包括你要新規劃幾戶 你要新建幾戶 你要完工幾戶的明確目標 讓我們來討論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好 謝謝市長 對於社宅新建 完工戶數 蔣萬安也承諾 會在本期總質詢前提出規劃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